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身材最好95升TOP8 冠军胸肌腹肌太惊人了。 陆剧95后男星有不少都是高颜值帅哥,像是去年苍蓝爵王鹤帝,星汉灿烂无垒,今年护心的侯明浩,星落宁成堂的陈兴旭,还有宋威龙,徐凯,王一博等人,一个比一个长得帅。 不过大家知道吗? 其实这些95升各个身材也都练得超好,近期网友也在热议身材最好的陆剧95升TOP8。 王一博第七,王鹤帝第六,徐凯第四,吴磊输给他。 TOP8,藤顺兮 藤顺兮目测就身材不错。 藤顺兮身高181公分,他不是那种很瘦的类型,藤顺兮身材高大,精壮,光是平时穿衣服就能看出他的手臂线条,藤顺兮还有线条很美的八块腹肌呢,给人满满的安全感。 印象中藤顺兮的身材管理一直都不错,几乎没怎么听说他有种过,身材一直在线。 藤顺兮人高马大,再加上浑血感的长相,让他演古偶具时比较没有那么吃香。 不过其实藤顺兮的外形,演技是95升里观众评价很好的一位,他的热度虽然比不上最前段班的吴磊、王鹤帝, 但这几年藤顺兮默默演了很多网剧、甜宠剧,评价都很不错。 像是今年的小甜剧《我可能遇到了救星》就在豆瓣开出8.0的高分,颜值高,演技也还不赖,是相当自律的男演员。 TOP 7 王一博 王一博是比较鲜瘦的体型,不过王一博的腹肌很有名呢。 王一博常常在舞台表演时晒出自己的八块鸡,他的腰上一点坠肉都没有,八块鸡的线条相当明显,身材管理超绝。 王一博近年开始转战大荧幕,光是今年上半年就有三部电影播出,其中王一博在剧情片《长空之王》饰演一名飞行员。 在剧组释出的花絮中,可以看到王一博在片场很勤劳在健身,比起陈情令时偏瘦的身形,在《长空之王》王一博显得更精壮,更有男人味了。 TOP 6 王鹤蒂 王鹤蒂刚出到时身材很瘦很瘦,无论是腰或是手臂都一点肉也没有,不过近年王鹤蒂肉眼可见得慢慢变壮了, 手臂渐渐练出肌肉,线条越来越好看了。 不少网友都表示,觉得王鹤蒂的外形条件真的很优越,长得帅就算了,人还高,手长脚长比例好,体型精瘦又不会干柴。 演得了现代剧的霸道总裁,到仙霞剧演魔尊也不会出戏,人高马大给人满满的安全感,长得帅,身材好还自律,很让人有好感。 TOP 5 宋威龙 每次评选95升的颜值,宋威龙几乎都会被排进前三。 宋威龙颜值高,身材也不错呢。 它不是肌肉非常发达的类型,但也不会干瘪苍白,宽肩细腰有腹肌,整个恰到好处。 大家还记得宋威龙在下一站是幸福里曾路过腹肌吗? 宋威龙裹住浴巾,裸住上身,这已经很让人按捺不住了,他还闭咚了女主宋茜,这一幕当时让好多剧迷都害羞的嗷嗷叫。 这怎么受得了了? TOP 4 徐凯 徐凯的身材真的渴。 徐凯就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类型,徐凯长得有点娃娃脸,然而衣服底下是超羊眼的八块腹肌。 而且徐凯还有187公分呢。 这身材,这肌肉。 去年徐凯和杨幂主演甜宠剧爱的二八定律,当时徐凯在剧里的身材还曾被吐槽, 不过这次因为爱的二八定律徐凯演的是一个宅男,线条没那么好是合理的。 近期徐凯又开始严格管理身材,日前徐凯还在微博晒出腹肌照,楚楚可怜的要大家允许他吃两个汉堡。 感觉为了练出好身材,徐凯也是很辛苦啊。 TOP3 侯明浩 侯明浩和周也主演的仙侠剧《护心》热播,他因而人气大涨, 侯明浩也是公认95升中颜值与身材都很好的一位。 在护心,侯明浩就有裸上身的画面,不少网友都是这时候才发现侯明浩原来身材这么好。 侯明浩被大家说是天使脸孔,魔鬼身材,长相娃娃脸,但身材却是一绝。 他的肌肉线条练得很好看,精壮却又不会撞到让人有负担,胸肌腹肌都有,脸还和身材有反差,很扬眼。 TOP2 吴磊 吴磊被网友说是娱乐圈新晋男菩萨,意思就是他的身材,他的颜值就是来普度众生的。 吴磊是童星出身,但现在大家都已经没办法把吴磊当弟弟了,从长歌行,星汉灿烂开始,就有不少观众觉得吴磊长大了,和尔蒙满满,性张力超强。 还记得星汉灿烂李玲不宜受伤,承哨商为他擦药那一幕吗? 花絮里可以看到吴磊一边滴住汗,一边流住血,肌肉线条超级明显。 吴磊的身材真是一绝,个高腿长,身材精壮,而且胸肌,腹肌通通都有。 其实星汉灿烂还不是最绝的,今年吴磊在爱情而已饰演一名运动员,为了这个角色,吴磊把自己练得更壮了,而且剧中好几幕都可以看到吴磊的超绝身材,真的是娱乐圈最强男菩萨呀。 这肌肉。 Top 1 陈兴旭 打败吴磊的就是陈兴旭了。 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他身材这么好。 陈兴旭同样是公认95升里颜值高,身材好的一位,他有186公分,同样是超级大长腿,穿起西装来比例超好。 不过脱掉衣服,陈兴旭也拥有超绝的八块腹肌。 陈兴旭热爱健身,同样是肌肉线条很完美的一位,不少网友都觉得陈兴旭是95升里苏感很强的一位,同样有助极强的姓张力,他的身材给人满满的安全感,但脸却给人一种扎苏感,意思就是又扎又苏,气质很独特。 这身材真的好到要让人流口水了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再见。 感谢观看